HELLO 大家好,我是Joy 今天就詳細教大家如何做ERROR 入面193的髮型 教大家如何做之前 首先大家要剪一個 其實193這個髮型是屬於一個 Undercut的狼尾頭 狼尾頭最特別的特色就是 我們後面的頭髮 就是長過我們旁邊的頭髮是很多的 現在大家旁邊就看到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其實193後面的長度還是長過我更加多的 但是說的是我這個長度已經都是留了半年 所以大家現在是7月 其實留得來都差不多冬天就對了 跟髮型師溝通其實很簡單 就是給以下這幾張照片給髮型師去看 告訴他我要剪這個頭髮 那就是對的了 如果是因為一些特別的原因 他給不到以上的照片給髮型師看的話 就跟他說剪一個 Undercut的狼尾頭 這樣就可以了 至於瀏海的長度呢 你就跟他說我要夾 圓圈之後 那個瀏海是要碰到眉的 那他就應該幫你剪到一個對的長度了 記得提醒髮型師 頂部不要剪太短 還有我不要髮筋太碎 我要髮尾收輕一點 以上的說話告訴他 但是最好呢 我都會建議大家給髮型師看 包補溝通不會出錯了 好了說完Hair Cut 就終於到我們的髮型教學了 我就知道有些觀眾家裡 而且未必一定有直髮夾的 所以在以下的片段裡面 我就教大家用梳和直髮夾 去做到193的髮型 好不說那麼多 去片 首先我們會先噴上一個打底噴霧 那記得我們整個髮型 整天的支撐力 一早就已經在打底和吹頭已經斷定了 就算你落多少泥都好 都不會特別去改變我們頭髮的支撐力 所以打底和吹頭是最重要的 我們先噴上打底 然後就梳均勻 之後我們就吹頭了 那首先我們就會用把梳 一邊吹一邊把頭髮兜前 去兜鬆髮跟的 好了那向前兜鬆完 你就會看到我的頭髮 已經創造了一個自然的蓬鬆度 之後我們就會分界和分section 首先我們先分好一條界線 其實看193那麼多不同髮型的照片 大概它的界位 多數都會在我們眉頭對上的 眉頭對上的 那麼我們分那個界線 不用太過精準的 因為如果真的要分到 一條直線的話 其實要花很久的時間 我們這樣一梳 用手幫幫手 用梳梳梳梳 之後我們就會把整個頭髮分為三個部份 首先是分了section的一邊 兩個眉頭中間為之一趴 其他剩下的就為之一趴 我們就用夾去夾起中間 這邊我就示範用梳去吹 其他耳外這一邊就示範用直髮夾去夾 開始我們這邊先 我們分回前後兩個section 那另一邊都是 那怎樣分呢 首先我們額頭開始 摸上去最粒的位置 接著之後呢 這裡 打滑 為之一個部份 剛才用到我們的手指尾 拿起撿頭髮 第二隻手指尾夾起頭髮 放一把梳梳去 捲一部分 然後下熱風吹 由它降低 然後向前一擺 就會有弧度出來的了 那如果太弧的時候 就趁它降低的時候 5元一元直它 好 那吹漏了一點 吹回去先 然後後面的部分也是這樣做 這個是慢板 平時我覺得家裏可以做快一點 然後這邊就用直髮夾夾 這樣就快很多 那用直髮夾的竅門就是我們夾 這邊就用另一隻手 去拿個直髮夾 那剛才示範了 如果最正確的做法 用直髮夾夾開兩個Session 那這次我就不用直髮去分了 我直接用手 大概分兩個Session 拿起這支頭髮去夾 那記得呢 用直髮夾 最緊的就是一路夾 那個直髮夾要一路動夾 不要夾夾 怕停在這裡 如果不是 就會有個印在這裡 就不漂亮了 然後向前兜 向前夾 那一下就完成了 就比梳快很多 那之後後面那一部分呢 視乎你髮量 就分一至兩部分去夾 都是向前夾 後面 那基本上20秒左右就已經夾完了 然後剩下 中間都是分前後 向前夾 如果頭髮多的話就有分多一點 不過頭髮少 再抓一抓它 讓它沒那麼彎 這一支呢 也是一樣 好 向前兜 打側 夾一夾 夾一夾 好 這樣呢 其實我們也夾了大概的形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193的髮型 現在呢 我們看到髮尾的弧度 全部都是向前 捲的一個勾 那其實我們夾完出來 已經有個大概的形 我留意到 有時193的髮型 它的髮尾就是一個C字 一個curve 但有時193頂部的頭髮的髮尾 有時會有一個wave 有一個S字形 要不教 一教就是教最深的那個 假設大家已經做完以上的動作 如果大家趕時間 就直接下來 噴起了spray出家 如果大家充裕一點時間 就可以做一些wave 我就會教大家同樣 分別用梳 和直髮夾 怎樣做出那些wave 首先用梳 打直把梳 向前捲的頭髮 捲到最右 之後用風筒吹 之後又是cool down 向後拿走 把梳 那就會做我的wave 之後呢 都是夾這邊 用另一隻手夾的 那怎樣夾wave呢 我就隨意點 去製造wave 在這一邊來說 我多數193髮型裡面 它的wave都是在剛才我們開中間的 set shot的頂部的位置而已 所以我們只需要夾中間的頂部的頭髮 就可以了 首先由後開始 我們就拿起我們側頭髮 把直髮夾 用一個向內彎 總之是這樣動作 去夾我們的頭髮 那就會有wave在這裡了 記得我們夾 不要那麼近髮根去夾 這樣夾的話 我們的髮根就會變了 即是中間開始 去內彎 這樣呢 大家就看到有wave 用手抓一抓 之後中間這一側 去內彎 抓一抓 最後這一側 抓一抓 這樣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用直髮夾夾的wave 或者curve的話 這一邊的效果就會明顯一點 而用梳吹的這一邊 是會自然一點的 而我看圖來說 相信193頭是用直髮夾夾出來的 所以我就會將這一邊 去夾 似它的頭 至於後面的頭髮 其實完全去吹直它 就已經可以了 雖然它是有一點點向外彎的 但是因為它是一些很輕微的彎道 所以一旦我們用蠟 去做出來 其實都OK的了 之後就到落泥 或者落蠟 的時候了 如果大家好像193 那麼深色的頭髮的話 我就會建議用一些 自然啞光光澤的髮例 但是如果大家好像我 這一類比較淺色的頭髮的話 我就會建議大家用 中等光澤 有一點點亮身的髮蠟 一如既往 記得落髮蠟 或者髮蠟 都是多次少量 不要一下子溜 一大劈髮蠟 或者髮蠟 一次過落頭 這樣的話就會不平均 這個造型也會很容易彈 那我就會建議這個髮型 最少分兩次 最好就分三次 這樣去落髮蠟 或者髮蠟 每次就落大概這個 的份量 那就OK的了 第一次 我們落 旁邊 和後面 首先呢 旁邊 我們向上抄 只要你吹好頭髮的話 其實你怎樣 炒你的髮型也不會變形 向上抄 盡量把髮蠟 塗到後面 和旁邊的位置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急 去整整整齊它 我們之後就落第二次 用打圈的方式 落在頂部上 打圈方式 炒好它 最後一次 我們才會落在 那個 頭髮的位置 都是同樣 打圈方式去落 弄到超級殺人 之後我們就會弄回 怎樣弄呢 我們用紋尼梳 用蜜齒那邊 梳平 側邊的頭髮 我們記得 側邊 一定要是扁的 梳梳梳梳梳梳 側邊 盡扁就可以了 之後用三角齒 梳後所有頭髮 簡單來說 就是側邊要扁 頂部 要鬆 向後梳 之後重點位 可以用手也可以 用八梳也可以 用手 向前爪 好像用手快一點 那這一邊 我就示範用梳了 往前繞 還是用手好一點 然後撿一撿 細節 其實193的髮型 還有一個小秘訣 它就會 流胸 額頭一個位置 在我們的分界位 最盡 到我們的眉頭位 這一部分的位置 每一次它流胸位置 胸位都不同 所以大家 在這方面 著亮就可以了 我就參考它這張照片 流胸大概的位置 後面的頭髮 我就會這樣 用這個動作 這樣抓一點頭髮 如果頭髮夠長 也可以向外彎 我現在頭髮長度 就差一點點 但是向外抓 也有一個差不多的效果 之後就下血液了 下血液有兩個方法 初級版 就是 好像之前教的 用一隻手去距離 橫掃血液 在頭髮上 不要一下下太多血液 我們逐一逐一來 這隻手 噴臉 高級版 這個也是高級版 經過長時間訓練 才可以觸摸到 但我都示範 和講解一次給大家聽 我們就是用風筒 藉助我們的風力 噴出來的血液 撞向來想撞向的地方 是不是聽到 都覺得很複雜 所以我示範一次 就是 一直保持著 按你的血液 然後吹 這樣 這樣多數這個動作 就是用在 流海 最拱的這個位置 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這樣做 用一個最輕的 血液 最少的分量 去撞向你想要的位置 第二 特別是 最需要拱的 這一汁的頭髮 很多時候我們就這樣一下噴 就算去橫掃也好 怎樣弄也好 都很容易很集中 但是用這個方法就可以很分散地 將Hair Spray散布到我們的頭髮 很平均地分布 但是 before that 我們要做好一個初級版 大家是連熟了初級版 才去高級版 因為很多人連初級版都不會做的 希望這個這麼詳細的教學 無論大家在家 用梳也好 用直髮夾也好 都可以做到193的髮型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話 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這個頻道 就是專講一些髮型 還有未來會再做多一些 髮型以外的內容 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喜歡看我這一類影片的人的話 就歡迎先Like我的影片 還有Subscribe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有任何評論 任何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 至於我去哪裡剪頭髮 染毛髮 用什麼產品的 詳細的照片都在下面的 Discretion box裡面 不說那麼多 下次見 Bye